給你們這一個 這一個呢 一個扁東泡泡冰 等一下我們結束以後 會帶你們到 你去廟口跟他換 扁東泡泡冰 那這個泡泡冰 有沒有吃過 沒有齁 我跟妳講 他為什麼叫 比較那麼稀奇 他其實是一個剉冰 然後剉冰下來的時候 那個人要看那個人的功夫 他要用手去打 把他打成綿密 然後你吃起來又覺得 這個根本就不像剉冰 所以呢 他叫泡泡冰 那這個打的功夫呢 就是說 他如果鋼腹筋好 這個泡泡冰 不會很輕易有勁 因為以前 林文佳安東第一件 所以我知道他 所以他叫遠東泡泡冰 因為他在遠東西燕的對面開 開的一個泡泡冰 那你們等一下呢 可以拿這個券去給他換 然後再來呢 有一個連針的一個伴手禮 這一張可以去換伴手禮 電燈旁邊點你們知道有嗎 知道 也是在廟口附近而已 可以問人家一下 那個那個家裡的那個那個 那個家裡的那個那個 家裡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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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換票證 因為河冰島公園進去 是要門票的 他用這一張去跟他換 所以你們這一張要保管好 那等一下 因為他認 認這一張不認人 所以你們自己要保管好 然後謝謝你們 等一下 我再跟你私下車 因為他有一些點褲 不是 他有一些點褲 不是 他有一些點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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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呢 等一下呢 我們會 落到我們的市區 齁 那市區的話呢 我們會先到我們的 海洋廣場 那海洋廣場你要看什麼 看船 除了船 因為那個是我們基隆港 齁 那我們的基隆港呢 他也叫山 山港 也叫魚港 也叫什麼 群港 他是種的 齁 齁 那你來基隆 基隆港的時候要看什麼 欸 今天天氣很好欸 可是好像天空沒有什麼東西 欸 我們會看到什麼 老鷹齁 喔 欸 老鷹的話齁 欸 有時候一次二十六隻欸 都全部都出來 齁 可是呢 他是我們的四鳥 可是他不是那個 他不是大關鳩喔 他是黑煙齁齁 也是叫做白煙齁 有沒有聽過 台灣話 白煙齁齁齁 所以那 嗯 順便教你們 米南語 白煙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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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西是在左邊 現在我站著西是在我的右邊 所以我們要分中岸跟西岸 我們今天的行程是道中岸 我們第一個行程要到鄭兵渝港 鄭兵渝港是我們台灣的第一類大的渝港 為什麼叫第一類 因為我們的渝港分類 那你要有一個第一類 它必須要具備什麼條件 就是要能夠加水 要能夠加冰 要能夠加油 就像我們汽車 欸 我要出去了 我來這個證明講一講 所以以前沒有分類的時候 他必須要拿一個老特瓶 或是塑膠品 去打油 再來灌我的煮那裡 那不是很毛膽嗎 所以它第一類的大港 它必須要有這個條件 而且它要有26公斤的大雷寬的面積 能容納四百燒魚轉 所以才能稱為第一類的一個大港 那當時呢 因為基隆港 它在這個貿易上面非常的蓬勃發展 所以呢這個漁港變成沒有辦法來負荷 所以就把它建了一個大的漁港 那現在呢 我們等一下去看的話 它會像那個威尼斯 會讓你好像走到威尼斯 它有16間彩色屋 那我們等一下去的時候呢 在那邊停留35分鐘 35分鐘讓你們去照相 然後呢讓你們去感受一下 威尼來到威尼斯 因為要幹嘛這樣子 感受一下那個氣氛 然後呢我們的第二個行程要到和平島 我們會帶你們進島 那再來呢 我們要進國立科技博物館 我們會到那個海科館去 那你們有沒有來過海科館 有來過一次了 我們有一個主題館 它是要門票進去的 那裡面有8個小館 就是它有分 8個主題的一個館在裡面 那如果說你們有時間自己要過來 你們不要半天 有的人很可惜 有下午再去就好了 那你可能這個門票就多菜息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進門要200塊的門票 然後呢 你要早上就要過來 因為它8個廳裡 一天是看不完的 而且如果說你有導覽員在講的時候 你更慢 更慢 所以呢我建議說你們來一天 然後呢 一天你要出去吃飯 你讓它蓋個張 出去以後還可以再進來 不用再補票 所以呢你們要早一點來 才不會吃虧了 因為有時候我在帶那個遊客的時候 我會跟他們講 你們現在才來200塊 實在是太可惜了 那下次就要早一點 因為我們也有IMS館就可以看電影 我們一共有八個IMS館 然後三個祖籍館 那我們等一下會去那個探索館 去探索什麼 探索這邊八兜子的漁民 他們的文化 還有他們在拜 還有呢 他們是怎麼在捕魚的 他們一些習慣 還有他們的崇拜的光 那個拜拜的什麼人 然後我們在探索館裡面都可以很清楚 然後八兜子以前是什麼 以前是什麼 垃圾場對不對 然後為什麼會變得這麼漂亮 這個都有它的歷史 最後一戰會去裡面當場參觀 那我們還有島嶼 那我們在兵移港呢 在那個我們在漁業正誇打的時候呢 和平島本來是一個單獨的島 然後它沒有連接基隆 後來呢 政府就把它做一個跨海大橋 就是它能夠連接基隆 變成說它不是一個獨立島 那以前到河冰島是西高清 這個時候 因為他們都有 國塘阿華 那些海冰啊 都不一樣 都夠有 那做了這個跨海大橋以後呢 它也是台灣的 這樣 跨海大橋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那河冰島以前叫 霞遼洞 叫河冰島 它是228世界以後呢 它才改 跟 跟政委 那我講那麼多 我還沒有介紹我自己 我姓謝 我姓謝你的謝 那我在海科館 他們都叫謝老闆 哈哈哈哈 你們也可以叫我謝老闆 對 因為我們以前家裡有開店 所以呢 他們都叫我謝老闆 那 嗯 等一下我們去 真壁遼港的時候呢 你們就 它那邊有一個 那個什麼 琴菇啊 有沒有聽過 現烤的琴菇啊 它就是在那邊當 當天就在那邊烤 它是用魚漿 就是鯊魚的肉 把它取出來以後呢 然後變成魚漿 把它抹在上面 它會用一個鐵管 然後在上面就 現烤 就在那邊燒烤 這樣子 然後烤一烤 它會有一個香味出來 所以呢 你們等一下如果它有開 可是它有都沒開耶 如果有開的話 你可以去給它看一下 它是怎麼製造的 那這個琴菇啊 只有7樓 好 可以去 那 我們剛才在市區的時候 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看嗎點 就是我們這邊的漁獲 對 漁獲拼花的地方 那 為什麼它會在晚上才有浪房成交 因為它在市中心 市中心有了 我在市中心裡賣花椅子 每天都會打開 手打開 交通就會打開 所以它已經都在凌晨兩點開始拍賣 所以你們台北灣 他們現在來這裡花椅子 都兩點開始 那到4、5點的時候 才會給人玩 對 給花椅子 所以也非常的有趣 那我們等一下探索館裡面 我們有模擬的 可以看 我們等一下去那邊看一下 就是要 還有呢 為什麼那個 我們叫觀光漁師 因為那個 像那個漁獲拍賣中心 它已經從日子時帶到現在 帶到現在 那因為我們有 在拍賣挪威的鮪魚 還有那個澳洲的龍蝦 它都有請我們來賣 所以我們現在給我們國際化 比較國際的漁獅 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像過年要來買漁獲 我們可以來 那有的人會問我 我們到了這裡 那沒關係 我們到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講 我再教你們怎麼來買漁獲 我再教你們怎麼來買漁獲 還要講的話 就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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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有 你 在 克力 又 就是 我是 我们等一下看看它的彩色屋有几个颜色 你们等一下可以看看 看它到底有几个颜色 诶 那个一句话今天流卖哦 等一下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去那几点啦 我们来帮忙看一下 主持人的